家中有毛孩的四组应该多少都有发生过 没有办法准时回家喂饭 或者是外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忙照顾 导致毛孩饿肚子的经验 这时候有一台自动喂食器 就可以定时的喂食饲料 避免毛孩饿坏肚子的情况 今天我们整理了几个自动喂食器的优缺点 要来跟你分析究竟该不该买一台自动喂食器呢 优点一是很方便 有时候你需要长时间的外出 家里又没有人可以帮忙照顾的时候 有了这台自动喂食器 只需要设定固定的时间与分量 就能够轻松喂食 真的是非常方便 有时候你可能要出餐两三天 觉得送宠物旅馆又怕毛孩容易紧张 有自动喂食器 你就能够让毛孩正常的饮食 优点二是可以制定喂食计划的 现在的科技其实非常发达 自动喂食器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 有些含有摄影机以及APP 你可以随时监控自己毛孩的状况 也可以自己设定想要的分量 帮助毛孩精准的吸收营养 优点三 饲料很容易保存 目前的自动喂食器大多有密封的效果 所以可以放除湿包 饲料可以直接倒入喂食器中做保存 比较不容易一直接触空气 造成潮湿或者是长虫 那当然也是有缺点的 那缺点一就是它会不易清洁 喂食器有些角落容易累积碎屑或者是脏污 难以清理 就很容易造成细菌的滋生 因为毕竟饲料里面其实蛋白质的含量比例是很高的 这个也就是细菌的食物 好第二个缺点呢就是 如果你家里是多猫或多狗 它的使用上会很不方便 因为呢每一只毛孩的饮食状况都不同 就算每一只毛孩都有一台喂食器 也没有办法保证它们会去吃自己的份 因此不方便多毛孩家庭来使用 缺点三仅能提供饲料 自动喂食器几乎都是以饲料为主 但是有许多氏族呢会是以湿食的方式喂食 所以如果只提供饲料可能会缺乏毛孩所需要的营养 因此呢不建议只使用自动喂食器喂食 像我们家的自动喂食器呢 它有一个更大的缺点就是 我们家的前少爷非常的会破解它 他知道只要拍几下就会掉 拍几下就会掉 所以像我们家就不适合用自动喂食器 自动喂食器呢能够成为四主们出门不在家 或者是短期外出需要时的帮手 不过也不建议四主们作为主要喂食的工具 如果要挑选的话 也记得呢要选用品质有保证的自动喂食器 以及评估看看使用的频率及使用性 才不会乱买之后发现买到了不需要的东西哦 这边呢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我们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爱宝